CheckGPT在全球流行但也争议不断 不过新加坡似乎没在怕 如今当局更打算用CheckGPT来帮公务员写报告 从而提升工作效率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将有多达9万名公务人员因此受惠 身为第三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 计划在2025年完成所谓的智慧国 因此他们积极地推行AI智慧型的工作模式 如今更计划要将CheckGPT的使用纳入在课程当中 积极地展现他们想要成为科技中心的企图型 新加坡在2014年推出智慧国度 让数位转型速度大幅提升 9年之后的现在 当局推出智慧城市升级版 着手思考要如何在元宇宙中建立虚拟国度 除了全习投影和数位身份模拟之外 还大力营造ARVR产业圈 民间更是对AI技术大开绿灯 目前比较多的企业都在进行一些测评 看这个Generative AI如何可以帮助大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那从教育业的角度来讲 大学也是制定了相应的框架 来指导教职员工进行AI工具方面的使用 以及监管 AI现在是全球的一个热门话题 新加坡必然也是在大力投入这个方面 不管是在科技的研发以及技术的引进方面 那从教育的层面来看呢 就是我们更希望学生更多的了解这些技术 并且呢知道说一些基本的应用 根据2023年智慧城市指数报告显示 新加坡全球排名第七 在亚洲城市中则是排名第一 很大原因就是智慧科技的普及率 根据调查显示 有43%的新加坡人持有加密货币 而且当中将近一半的人 每个月在加密货币上的投资 更是高达1000美金 在新一轮科技冲击下 新加坡会如何应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值得关注 以上就是环境新闻特派记者 我们用程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每周六晚间八点看见新东协 用一小时带你掌握东协商情 正经发展 部分 的 看到